大家好,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是看了封面图片而点进来看 我能告诉你,你别怀疑 它真的是我目前使用的剪辑主力工作电脑 不相信吗? 来看看我机壳内部的电脑零配件 几乎是塞满满剪辑影片所需等级电脑零件 而且他们在一起使用发热量真的也很吓人 机壳里面人装风扇的地方也被我塞满 但光这样烤,在热死人的台湾夏天还是不给力 所以在前面板我又自己土炮改装一下 原本前面板是漂亮熏黑大面积玻璃盖板 却被我硬生生土炮拆下改装 盖上一张尺寸不合的磁器式防尘网 这防尘网上面会有那么多灰尘的另一个原因 是我在背后又改装上一个12公分风扇 和下面两个14公分大风扇来加强散热 这样土炮改装后 真的为我的机壳内部带来许多冷空气 也因为这样土炮不专业改装 又盖上尺寸不合的防尘网 也为我的机壳内部带来大量的灰尘 几乎没有一个风扇是干净的 现况凄惨 其他零件也都躲不了 这样惨况连我自己都快看不下去 是该换散热更好的大机壳了 所以这次我是选择刚上市的 NTech Performance 1 FT全塔4 EATX模组化机壳 它真的有够巨盗到 连我拍摄工作托都快塞不下去 而我会选择它是真的好久没有看到为专业设计创作者打造的机壳 整体造型走低调奢华又不会太过于电竞风那样夸张表现 真的太符合我们创作者的需求 连放在桌上使用 自然而然个人专业素质形象也会提升到100% 那就开始来开箱介绍一下 首先在你买回家准备开箱时 一定要由箱子顶部开启 因为只要方向位置正确 你就可以轻松拿取它装机的配件盒 切换别搞错方向 包装箱子真的很大 意外在翻面开箱找寻 真的会累死人啊 而这个装机配件盒打开后 里面有个金美螺丝收纳盒 哇 这盒子真的太爱使用了 区分了许多格数 让你可以放更多不同类型的螺丝来收纳 嗯 嗯 不错不错 哎呦 这里面的隔板是可以自由 脱离规划不同的空间使用哦 天啊 这样不就更好使用了 可以再收那些长型束线袋来放进去啊 太赞了 再来是它的组装说明手册一本 里面是有多国语言说明 清楚记载机壳内容物和组装细节说明 强烈建议在装机前一定要沿途看一下 才能减少组装上遇到的麻烦事 最后是线材配件包 里面有一条1分3的风扇电源转接线 6条固定线材用的魔鬼毡 和5条束线袋 最后这两样刚好就如我前面提到 把多余未使用到 直接放入螺丝收纳盒收好 下次要再来使用 也不怕会找不到 这真是贴心的考量啊 赞 而Performance ONE FT是为专业玩家所设计 全新外观即可 产品也针对高山的通风设计 和强化风扇性能进行了优化 是充满创意及更多人性化的产品 在进气方面 正面是用塑胶 仿类金属材质 榨然磁吸式防尘网 右边中间部位 有再加上Integ商标 来做点缀效果 老实说看到食物后 都会觉得它的做工质感非常好 很难让人不会注意到它的低调色滑风 背后上部可以看到两颗磁吸固定用的磁铁 底部是用插胶方式插入固定 前方进气防尘网 是采用1.2mm兼具网孔 可以有效防尘提高进气量 但它的防尘网是由多颗螺丝固定 除非你真的很空闲 可以一颗一颗拆下来大清理 不然我是建议用牙刷 或是油漆刷子清一清就好 免得上面拆下来的螺丝掉了 再也无法锁上贴合 看起来也让人难过 内部配置风扇 为了提高大量风流进气及散热 所以在前方标配3颗14公分和背后1颗12公分 无光害STONE高性能PWM温控散热风扇 它们也都在风液上加厚加长 有效加大进气量 整体厚度也比标准2.5mm风扇增加到3mm 达到整体性能提升 而且在所有配置风扇的4个角落 都有附上防震电 来减少和机壳产生共振噪音问题 在前面板顶部配置一个温控显示器 让你可以快速随时监控CPU和GPU显卡温度 但请注意 要使用这一项功能 你必须到Intag官网 下载安装它们的iUnity软体 才能正常联动使用 但让我觉得蛮可惜的 它上部是整块可透视的亚克力板 却只有做一个小角落显示 希望在下次升级改版 可以加长显示更多项目 那就更完美了 在前方空间 最大可支援到420mm水冷排 也已经做好准备等420mm一体式水冷散热器出现 再把i9-13900K压在地上摩擦 让它凉快一点 别老是那么热情如火 但也要注意 你的水冷排加散热风扇可别超过6公分 可视会卡卡塞不下去 侧板部分则是双面无砖孔 全开侧窗熏黑强化玻璃盖板 要打开它也非常简单 只要转松最上部一颗防脱落锁转螺丝 再大力推动辅助推爬 当当 看吧 在它重重安全机制设计 你完全不用担心玻璃侧板掉落打破 在最底部两侧有防脱落卡扣 再加上上部两侧按压总钉固定 最后再用金属包框保护 这样你还能再打开盖时打破玻璃盖板 我也无话可说了 而在iho部分是位于机壳上方 首先由左至右 有电源键 重开机键 单孔耳麦二合一音效孔 两个USB3.0 Gen1 5G Type-A 以及一个USB Gen2 10G Type-C插座 最后则是控制前方温度显示切万键 每个插座孔洞都有附上防身塞给你 但请注意当你在拆上盖保护板时 没有预先把防尘塞移除 一打开上盖就会马上被卡到无法开启 所以记得开启前一定要先移除防尘塞 在顶部也有附上磁吸式防尘滤网 但我的建议如果你是加装一体式水冷排在这里 就可以不用使用这一片磁吸式滤网 来加大出风量帮助CPU散热更快一点 因为这上层保护盖板散热孔已经够他用了 也比防尘网防止异物掉入更实用一点 所以就看个人所需和取舍了 顶部能够安装3颗12公分和14公分风扇 最大可支援到360mm水冷排安装 而且最赞的是 这顶部风扇水冷托盘为可拆式 只要把顶部左右两颗螺丝移除 轻松把托盘向上推起就可以取下来 太棒了 这样的设计 一个人也可以轻松把360一体式水冷安装上去 而且少了这个托盘的阻碍 在安插CPU8PIN电源线就更加顺手许多 但也别忘了一个重点 它的水冷排加风扇厚度千万别超过42mm 固然可是又会卡到你带RGB三人马甲的记忆体 在上方穿线孔也有做折角设计 让你在穿线更便利 而在机壳内部结构最大可支援到eATX规格主机板 右侧和电源舱上方总计有4个塑胶圈穿线孔 能有效美化遮盖线路和保护线材免被机壳刮伤 内部显卡空间充足 要安装大张三风扇40cm长的显示卡也没有问题 看我的AMD RX 6900XT 放入后还有4根成人手指头空间可以使用 相信使用NVIDIA RTX 40系列显卡是绰绰有余 可能最大问题是在16PIN供电线插上后无法盖上玻璃盖板 但你不用担心 我用三条电源线插上再盖上玻璃侧板后 还有空间可以使用 你可以放心插上16PIN加侧板使用了 有这么高的空间 它的CPU塔式散热器最大高度可支援到17.5公分 再大颗的大双打CPU塔扇也都能放进去用 在电源纱上方能再加装3颗12公分风扇来帮助显卡散热 而在底部有大面积抽取式滤网 可以直接从前方抽出清洗 底部同时也有打上大量散热网孔 几乎在隔板上的散热孔 都是打好打满来增进冷热空气交换散热 机壳背后则是有8个可重复使用PCI挡板 并用手转螺丝固定 而且它的挡板有做倒勾设计 当你移除螺丝它也不会掉下来 拆除挡板后可以支援大多数市售缺值显示卡支架安装 提高显示卡安装灵活度和展示性 接着在机壳背面的部分 配置上下两块遮线盖板 并且还标上编号 01是用在主板线路遮盖用 02则是负责下面电源仓凌乱线路遮盖 要移除所有盖板必须转送01盖板上下总共3颗螺丝 最后把01盖板向上提起 02盖板也是用相同方法移除 因为这两块遮线板側边还有用滑轨卡扣设计 来保护移动搬运时不会掉落 从正面大力拉可是拿不起来的 一定必须向上提起脱轨才能移除遮线板 在01遮线板下已经预先固定好3组魔鬼毡 打开后它又为你区分大小线路安置空间 真的是相当贴心的设计啊 右边CPU供电走线空间也有附上3个魔鬼毡 让你更方便固定好线路不杂乱 连在机背左侧也有两组 可用附上魔鬼毡把线路固定好 真的有过贴心的考量 接着在02遮线板里面有一个可拆活动式硬碟架 上下层可以安装2.5寸或3.5寸各一颗 但在上层要安装3.5寸硬碟 是必须把2.5寸硬碟固定板移除才能安装上去 所以加上硬碟固定架和主机板背后的3个2.5寸固定架 最多可以支援到5颗SSD固态硬碟 同时硬碟架可以左右移动来加大前方水冷排空间 或是后方电源供应器的线材空间使用 电源空间大约有25公分 基本上都能满足大多数电源供应器 电源固定有提供电源安装框架 后抽式安装整理线材更加方便 在机背主机板背后走线空间约有2.5公分 在线材固定处走线空间约有3公分 使用上相当充裕 那机壳就先大致介绍到这里 快来把它组装起来吧 而这次组装零件是先拿我的测试机台 基加Z690主机板 CPU是Intel 13代 i9-13900K 记忆体是Antec Katana DDR4 8GB 双套图 频率为3200MHz M2 SSD是金氏智能KC2500 250GB 读写速度有3500和1200MB每秒 电源供应器是Antec HCG Gamer 1000W 显示卡是微星Gaming XTrio RX 6900XT 16GB 一体式水冷散热器是Antec Vortex 360RGB 等这一批测试零件在Antec Performance One FT机壳测试都没有问题 我才会来搬移我的主力电脑零件过来 不然你知道吗 平时电脑使用好好的就不要去拆动它 有时只是拆下来清理灰尘 再装回去就开不了机的怪事都是常发生的 而且我这一集影片还是需要我的主力剪辑电脑来完成 再说现在用的CPU等级是13代i9 13900K 发热大户 要压制它也不太容易 用它来测试机核散热能力是再好也不过 和鸡适量的方法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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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很大的 这一条很大 在这一条很大的 并且是有红尾 它也不太容易 在其他还是有红尾 在这一条很大的 在这一条很大 这个尽量的防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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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那来先分享我的组装心得 怎么说呢? 如果这种高阶性能机壳 在组装中还遇到问题 真的可以拿去填海的 那我觉得最方便是它的顶部 可以开天窗 来安装主机板CPU8片供电线 真的有过爽快 不用再像以前需要把机身躺下 不然在最深处漆黑处 不拿手电筒照亮 根本不知道要往哪里插 连带在安装显卡PCI插槽 也是明亮清楚 一推上就插好位置 再来是安装360一体式水冷 预先在桌上安装好再托盘 完全不用再拜托人 来帮忙扶着水冷排锁螺丝 自己一个人工作效率 就可以大大提升 最后是背面遮线盖板 完全是不管3721 只要线材有固定绑好就可以 最后盖上遮线板 眼部围镜大法锁上螺丝 就打完收工了 就是这么简单完美啊 那么再来测试一下实际散热表现 目前测试室内温度为26度 真的有点热的台湾纯天 而在开机后 待机风扇噪音约在45-47分贝 依着3颗14公分大颗PWM温控风扇表现 真的蛮不错的 首先是AIDA64单招FPU 和4Mark显示卡双烤测试 目前基加Z690主机板 在BIOS全自动设定 CPU电压已经给到1.33V 在使用NTech VOTEC 360一体式水冷散热器 可以把i9-13900K压在95度上下 但在经过2分钟后 就渐渐快撑不住i9-13900K的热情 在第三分钟后 就直接破100度的高温 但也还好 虽然CPU已经破100度高温 CPU频率大核还是能维持在5G 小核是在4.3G 并没有出现大量降温降频的问题 只是显卡烧气温度最高约在66度 真的算蛮凉快的 但这种凉快也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目前机壳风扇噪音约在56-57分贝 比先前足足提升了10分贝 算是有点小吵 可以感觉到很明显的风扇风切声了 接着在R23的跑分测试 真的很怕它会撑不下去啊 结果不出所料 按下10秒后直接破100度 妈呀 这次给CPU的电压更是比先前高到1.35V CPU大核约在5.4G 小核约在4.3G 最后跑分得分有4043分 我的天哪 这台i9-13900K测试机台组好 从来没有破4万分过 连单核分数也一起提升到2204分 想不到在NTech Performance 1FT机壳散热风流助力下 可以再把i9-13900K效能往上再提升一个层次 真是厉害啊 再来是游戏测试部分 在3DMark Time Spy X Gen 更高强度版本测试下 最后得分有10285分 CPU和显卡效能都能一致 大家没有再相互扯后腿的问题 而在实际游玩战神游戏 攻击画面帧数大约能维持在195帧 但在多方需要大量贴图运算 i9-13900K CPU温度约在60度左右 真的有过凉快啊 和在烧机时高温表现真的是天良之别啊 那最后来做个总结 NTech Performance 1FT本身散热效果 藉由前面板大面积进气滤网优势 杰出通风设计强化风扇和标配前方3颗14公分PWM温控风扇 真的能再帮你i9-13900K炸出更多效能来 连我使用多时测试机台 装上后都能破4万大关 真是神奇啊 有了高效能散热又加上高颜值低调奢华风格 我觉得真的是蛮适合给专业设计人士在办公室来使用 也终于不用再无奈只能选择电竞风的电脑机壳来使用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今天介绍机壳有不同的看法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